大家好,我是淘金王孙,今天我是个建筑工人 为了有朝一日能成为包工头,我必须能熟练操作所有工地的机器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开这个小卡车 系好安全带,点火,彩力盒挂挡,一气合成 其实开这个车非常的简单,只要会转方向盘就可以了 哎呀呀呀呀,差点开锅了,我的天哪 虽然刚才停过了一点,不过总的来说我的操作还是非常的完美的 现在换成了一个大货车,比刚才难了不是一点哪 因为它的体积太大了,而且很重,所以转弯比较困难 我们就算是开大卡车,我们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 哎呀呀呀呀,这种蛇形走位非常容易翻车啊 上一阵包工头为了检验我们的实力呢,在路上放了几个星星 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星星全部都捡到 捡得越多,代表我们做得越好 这次我们可以脱货了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要装上 是的耶 要把货物运到那边去 唉,想不到才第三天,就已经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了 我一定会完美执行任务的 哎呀,星星不要忘了拿 哎呦,我的车怎么开得像贪吃蛇一样啊 这一次要完成什么任务呢 今天包工头教了我隐分身的技巧,可以一次操控好几辆车 我这次可以一次性操控三辆车了 是要让那个大货车最后到那边的目的地去吧 哎呀呀呀,不行,撞了一下 不要紧,只是小擦碰 我们先把这两辆车挪开 这不就可以把车开过去了吗 哎,这么一点,这么一点小 障碍就想给我造成困难吗 那是不可能的 不知道我这辆车上了保险没有 这些工地的车怎么都没有刹车啊 这很容易出事情啊 哎,终于转进来了 我左边屁股差一点就被擦到了 滴,完美停进来 一点都没有歪呢 今天要干什么呀 今天的任务又是拖货呀 还把货物放得那么远 哎,没办法,生活不易呀 我们先去把货给接上 这个时候就需要精准地操控了 知道吗 一定要屁股完全对准才行 不然货物就会装不上 对,就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把 我们把货物运到它该去的地方 咦,这里怎么又有 有障碍物 我们先把它开走 这谁这么缺德啊 把箱子放在路中间 哎呀呀呀呀,怎么,怎么回事啊 怎么翻车了 怎么 怎么,不要紧,我们再来一次 刚才那个车 呃,是个小意外 我们把它翻过来以后 它为什么还在那里啊 我们把它翻过来直接拖走不行吗 非要在那里挡我的路 我们现在再来精准地上货一次 好 再排运到目的地去 嗯,这次不挪快车了吧 这边又不是不够我走的 咦,但是 还有个星星在哪里啊 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算了,事事难料 这个星星我们就不管了吧 好,我们刚才那两个车已经完全掌控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学习起重机了 跟刚才的车开起来 没什么差别嘛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灵活了 转向好像有点慢呢 诶,它是用后轮子转的耶 诶,怎么回事啊 怎么开不出去啊 我前面的铲子怎么好像一碰就要掉了似的 那我们就走这边试试看吧 诶,这些箱子挡住我的路 怎么回事 难道要推出一条雪路吗 话说这个车真的很不环保诶 这么小一个车 你看屁股碰头冒到黑烟呢 好,我们开过来了 诶,但是又只有 还有个星星在这边 诶,神龙摆尾 怎么摆不过来 神龙摆尾 太棒了 啊 诶,刚才发生了什么 诶,我们大家就当做无事发生 刚才又只有两个星星 是因为有个公友变成烟花了吗 诶,不管了吧 我们进行下一个任务吧 这次好像要把那个箱子送到那边去 好,慢慢的来 一定要从正面插进去 对,我们下面的那个 诶 好 我现在接住它了 把它升起来 升这么高就够了吧 还运过去 其实我可以直接开个车把它推过去嘛 用个卡车或者什么一顶不就过去了 这个小车纯属是额外支出嘛 公友们你们可不可以注意一点啊 话说我让公友变成烟花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让老包工头知道 好 诶,形态完美 诶,我还真是厉害诶 嗯,这次要把那个箱子放到上面去吗 是 好,我们先 嗯,把它装进来 好像有点歪 如果重心不准的呢 它肯定就会掉 怎么回事啊 这个箱子不听话的到处乱跑 好 差不多算是弄起来了 我们执行任务的同时 也不能忘记拿星星啊 诶,速度快点 那个箱子可能还会掉下去 我们就慢慢的开 这位公友你躲着点好不好啊 没有看到我在这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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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不要紧,再捡一次就好了 这两位公友你们 你们不会绕个道走吗 只能在旁边排队吗 你们 小心啊 我都不能道成 简直是耽误我近身包工头嘛 升起来点就可以走了 星星可不能忘了 好 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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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慢慢的操作 哎呀呀呀呀 不然箱子就会掉 好危险啊 我感觉我的车子都要烦了 慢慢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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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送上去了 送上去就好 诶,但是星星怎么捡不到啊 先远离一点 凑点一下星星 怎么回事啊 诶,箱子掉 不行 我不要完成任务 这怎么还在强制完成任务的 算了 我们随遇而安吧 我们这次先去捡星星 那捡完了星星 我们再去搬那个箱子 那个箱子简直是个累赘嘛 诶,话说我是不是 不应该为了近身包工头的星星 而耽误工作呢 算了 都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一不做二不休 诶,还有别的星星呢 哦 我们把箱子运上去以后 是要继续开那个车吗 诶,星星在这里 升上来的 好 好,我们可以去运箱 啊,快走快走 撞到了别人的车 好 现在可以完成任务了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卡住了,卡住了 啊,啊,啊,小心,小心 我的车差一点翻了 不要重蹈覆辙啊 天天翻车可就不好了 人家施工队也是很忙的呀 嗯,嗯,可以 送货上门啦 果然是要把那个箱子运到别的地方去 先把这个车开走 好,然后我们换辆车 这么大一辆车就运这么小个箱子吗 简直是资源浪费嘛 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先看左边,再看右边 好 打开你的 诶 对,我应该走右边这条道 星星怎么在那个里面啊 为什么在草坪上 好吧,那我就 哎呀,不小心撞了一下 还好,车也没有任何损伤 一定要小心这些行人啊 千万不可以伤到他们了 一定要保证行人的人身安全 好 感觉我这么优秀 这个包裹头是当定啦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结束了 拜拜